陈玉希依据中国人在裁判棋很安心 才明白周济红郭晶晶的真正目的 人在裁判棋上面见到中国人 且是能见到他们会觉得很安心 竟然我国跳水在世界得不到公平 那么就将自己变成公平的制裁者 让少生和裁判的身份去保护每个人 如今看到跳水队在巴黎奥运周期间 首次实现包揽奥运八金 每个项目都是我国拥有金牌的举动后 才明白郭晶晶为何会在怀孕期间 选择听周济红去考证的建议 当初周济红因为跳水队成绩不公 成为了闹上裁判棋的第一人后 便走上了掌控国际跳水公平的道路 在成功竞选上国际永连第一复习后 不仅将手下郭晶晶的弟子 也全部催促的去考国际裁判证 当时为了巩固地位 为国际拿来赞助后 碰见外国人故意找事的举动后 当场就把人开了 以此来立威 而郭晶晶除了在今年当成了国际永连中的监督裁判的决策员 保证了我国跳水队的所有公平之外 在去年就因为听到了白燕松说 全红禅全是靠运气的话 当场就出了一条视频 力挺全红禅 并且全红禅在参加全国跳水锦标赛时 被有的裁判故意跟打出了8分10 郭晶晶直接以国际永连委员身份插手 在保证了打分公正的情况下 还向那位裁判踢出了裁判席 不是 咱就说像周济鸿郭晶晶这样有能力的人 能不能国家队的每个项目都突几个呀